HELLO YOUTUBE HELLO YOUTUBE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開箱的就是這個 HANDS FREE CUT 擠奶器 我自己本身沒有用過 HANDS FREE CUT的擠奶器 MAMA S5 PLUS WEARIABLE BREAST BOM 因為這個的話 其實那時候上架拿給我的手 很可愛耶 這樣小小這樣一盒 裡面有兩粒 然後我才懂 原來你們這種HANDS FREE CUT 是一粒一粒賣的 不是兩粒兩粒賣 我才懂你知道嗎 它這個的話是一盒這樣子的 我不懂它是不是有兩粒一盒這樣子賣 他拿來給我手 這樣我不是要擠到半死 然後我這邊要砰一下 然後我那邊要砰一下 是這樣子的意思嗎 所以我今天想要開箱 來try一下擠奶器 但是我的那一盒 我已經把它送出去了 不過這一個我也是會送出去 但是如果媽媽們 如果你很介意我有用過了的話 拜託不要參加我的Giveaway 因為我真的也想要去體驗一下 HANDS FREE CUT 這種擠奶器的感覺是怎樣 因為我本身都是有用過Cube的 手服式的吧 我不懂啦 因為我講真的 我對擠奶器沒有很多研究 只是因為商家贊助我了 所以我就想要來試一下 這種玩意兒是怎樣的 而且我以為這個就是 這樣子整理拿去洗 還好我有去study一下 它這個的話是可以拔開來的 噔噔 它是拔開來的 是分離式的OK 這個超大個的耶 喔!就這樣子類就出來了耶 我真的是不知道 然後它的spare bar也不多耶 就是喔!這樣子一個 兩個三個 還有四個 這也是GG喔 這樣逗回去啊 哈哈哈 okok我大概會啦 就是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 像我這樣從來都沒有用過這種擠奶器的話 啊!我也是覺得還ok的 先也是會寫容量 這個的話你要轉過去的 打橫放 然後要對準 應該都是要對準 呀!我 你看我打橫放的話 就不會壓到它了 這個是ok了的 跟這個內衣袋 然後它還有多這兩個spare bar 我覺得很貼心耶 因為這個通常我買這樣多個機能器啦 這個東西都是我會自己要另外去花錢買的 它已經有多這兩個spare bar了 我是覺得還蠻不錯 然後它的這個也是USB的插頭 然後這個是算是type 這個是type C的 所以咧 這個cable咧 就是還蠻普遍的 所以你不用太擔心 這個的話咧 就是它的這個 充電器咯 你就可以這樣子拿來充電器 充電器 不是按鈕也什麼都不是咯 它只是一個白美 YES 然後它的按鈕在這裡 我是覺得很美啦 因為它的這個的話是CD screen的 我覺得還蠻漂亮的 可以換Mod的 ok cd的話就是在吸奶 然後m的話咧 就是在按摩 然後它最大的功能是可以去到LV9 只是很好奇咧 它在哪裡動 我這麼感覺好像沒有看它在動 有一點緊張咧 在你面前拖嗎 沒有啦 我肯定會剪掉這一怕 花蕾是24mm的 很濃濃濃濃 就是會有點癢 可是它的吸力也是 對我來說是還 有在刺激我的乳房 可是對我來說會有一點點痛 可能這個尺寸不剛 不適合我的 看起來是不是覺得 胸部會不會比較大一點啊 是不是你這樣子看起來 我覺得我的胸部有沒有變大一點 可是就很方便咯 就是這樣子 怕它擠幾下會突然間有買水出來 不要這樣子玩間 然後弄傷我的乳頭 就覺得很特別 就很神奇咧 因為平常我都是要坐在那邊很久 然後要花一個30分鐘 就是坐在那邊擠奶這樣子 然後這個Hands Free Cup的話咧 如果媽媽們 好像我這樣從來都沒有用過的話咧 可能會買到上癮 因為你們已經懂它可以這樣子擠奶的話 其實是覺得還蠻方便了的話 你就可能就會不依賴那種 有那種Tubes的擠奶器 但是咧如果剛剛你是剛生產完出來的媽咧 我是不建議你用任何擠奶器的啦 因為剛開始生出來的媽媽們的乳房咧 它的那個母乳出乳是會比較濃的 所以擠奶器啊或者是這種Hands Free的啊 它會比較難把你的那些 比較濃厚的母乳給吸出來 所以咧輕微的話咧會比較好 這個的話咧就可能媽媽們他們已經到了一個 level了就是可能一個月就是 第一個月是在坐月嘛 第二個月的時候還是在家 顧孩子了 到了第三個月可能你就要回去工作崗位了嘛 然後你就可能在擠奶器 你要用怎樣的擠奶器 然後你哪方面都沒有這些問題了的話咧 這樣你可以嘗試用這種Hands Free Cup去做工咯 就會比較方便你就不需要30分鐘就在一個場地 在一個地方然後坐在那邊擠奶怎樣什麼都不能動 因為我自己本身啊如果我坐在那邊30分鐘 我會可能擠到15分鐘的時候 我就會肚子痛啊 我不知道媽媽們有沒有跟我一樣經歷過這樣的問題啦 就是擠奶擠到一半的時候就會想要大便這樣子的咧 我時常這樣子那時候會有這個問題啦 然後這個的話咧就方便咯 可能你可以做家務啊或者是你可以在工作的時候啊 你就不用擔心你沒有地方擠奶的話 你只需要這樣子塞進去 然後你就可以擠奶了 就真的很方便 然後聲音的話咧 是會有一點點大聲 就可能會讓周圍的同事知道你在擠奶 但是我覺得擠奶這種東西不是件丟臉的事情 我們都是為了孩子在很努力的製造母路 給孩子們嗎 所以咧 嗯 同事們都要體諒啦 我是這樣覺得 是一盒裡面有兩粒的 不然它是一盒只有一顆 就是一粒這個擠奶器而已 所以這種擠奶器的話咧 可是我覺得這種真的是很看歌的 如果時常用Hands Free Cup的媽媽們咧 還有在Survey想要換其他牌子的話 我覺得媽媽S5也是很適合你啦 它會自動停 它到了30分鐘過後它會自動停機 這個就是它蠻方便的地方 你就不用去算 minutes的意思啦 ok 總的話咧 跟我們那種普通的那種 首服的擠奶器也差不多一樣 你做住的話 有冷氣方吹住的話咧 是不會流汗啊 但是這個的話咧 如果你是長時間 你是有多主動啊 有去打掃啊 或者是你有去顧著孩子 抱來抱去的話 它也是會流汗 因為我們就是一直悶在一個地方嘛 cup也是可以買 然後 首服的擠奶器也是可以買 這個的話我會比較推薦就是那種 媽媽們它是需要工作啊 或者是需要到沒有地方沒有場地 要去擠奶的話咧 這個的話咧就比較推薦啦 容量就是到180 也是這個容量啦 不過會多一點 所以它就要換咯 換罐子的話 這個的話就需要倒掉啦 然後我的那個的話是可以買到 更高的那個容量這樣子 所以這個也是 Depends媽媽們 你擠奶的那個時間就會比較長 因為通常我們在擠奶的時候 另外一邊其實也會刺激到 然後它有時候會漏一點奶水這樣子 所以 Test Free Cup 其實我覺得也OK 如果你這樣講我這樣想的話啦 擠奶器一顆也是OK啦 因為你都不需要 待在那個房間啊 用首服的擠奶器 現在花30分鐘在那邊嗎 如果你只是用 單一的擠奶器的話 你要用一邊 然後30分鐘啦 然後又再換另外一邊 就是那種有Tube的啦 這個的話其實 欸60分鐘也是OK啦 我才想到就覺得 你都不需要在一個地方 就是定時在那邊30分鐘嗎 然後這個就是這樣子 你一放進去你的乳房 然後你開始擠奶就可以了 還是因為我沒有擠奶 所以我用擠奶器會有一點痛啊 也難講 所以這個的話我覺得也是還蠻推薦的啦 因為真的是很方便 已經有很多很多的那些新的機器 可以讓我們減少掉母乳 擠母乳的煩惱 你看連這一種都可以取代 首服擠奶器喔 所以我覺得 嗯媽媽們就可能不用擔心 你可能有些媽媽真的是很很偉大 在廁所擠奶 我有試過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在讀著書的時候 然後因為學校都 肯定沒有進個房間嘛 因為都是學生 那裡可能會有孩子 廁所裡面擠母乳 他要擠了兩年欸 所以他的孩子是在 廁所裡面擠出來的母乳 給孩子喝 我是覺得很偉大啦 因為我那個朋友他真的很努力 然後我就覺得 嗯沒有一個東西 沒有一個藉口可以影響到 不讓孩子喝母乳 除非我沒有Force媽媽們 就是一定要很推薦的去擠母乳 除非媽媽們真的是塞奶啊 或者是真的很累的情況下 沒有關係 母乳有沒有都不是問題 我只是想要跟你們講 ok現在除了首服式擠奶器 也是有這種啊 沒有沒有線的就是很方便的 只是需要手拉一下 放進去按那個button 你還可以駕這車 所以我覺得還蠻方便啦 因為有些媽媽真的是 或者是職業性女強人 他們還是很堅持在餵母乳的話 我覺得還有一個更好的方法 就是用這個 所以咧 如果你們真的是有興趣 想要購買啊 或者是想要了解更多詳情的話 其實你們可以直接去到這個 Little Dinosaur Mami 這邊了解更多詳情 影片就到此結束啦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開箱分享的話 請幫我把這影片分享出去 訂閱我再給個like 記得打開上面的小鈴鐺哦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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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